有网友对我说,你的视频大多是游玩了再发,有时候等我们看到都错过假期了。 那么这次我就分享一下以往自己五一走过的一段行程吧。 但是你什么时候能刷到这个视频呢,那就要看我们之间的缘分了。 大家好,我是梦游的水。 今天分享这段行程不是我经常去的川西高原。 因为个人觉得五一的川西并不是它景色最漂亮的时候,我一般更喜欢在夏季或者秋季过去。 而同在四川的梁山州这个时节风景还比较不错吧,正是索马化开的时候。 所以成都出发,第一站到达梁山遗族自治州的州府西昌。 如果运气好,可以在这里与美丽而梦幻的兰花影来一次浪漫的邂逅。 我曾经两次在五一假期去到西昌,有一次兰花影开得正好,而有一次已经泄了不少。 所以这个看个人运气吧,如果遇到它正盛开,真的是美不胜收。 那我每次到西昌,天气都挺好的,所以都会去穷海边看一看避水蓝天,感受一下温柔而沁郎的风。 接下来的行程是前往位于昭觉县的古克德国家湿地公园。 这是一个风景非常原生态,有充满遗族风情的景区。 它位于昭觉县泥地巷,晚场巷境内。 从梁山州的州府西昌出发,大约开车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。 据说古克德的一语意味大雁出巢的地方。 这里的海拔大约三千多米,是一处生态非常好,且风光无限的旅行地。 当你置身此处,出目所及时蓝天白云,牛羊成群,是草垫湿地如湿如花。 这是否是你向往过,却不曾触及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呢? 那么面对这一切,会让你忘却烦恼,来一次心灵的休憩吗? 而当时我去的时候恰逢索马花开,花开成海更是为其增添了一份浪漫。 索马花即为杜鹃花,又明映山红,据说是梁山的迎冰之花。 古克德的索马花品种较多,但花开灿烂,可谓各具风情。 那这里也说明一下,这视频呢仅仅是个人过往行程的记录分享, 完全是根据我自己的喜好和时间安排的,不是攻略, 所以大家也没必要一定按我的路线走,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安排。 言归正状啊,离开古克德之后,我又去了昭爵县城。 在昭爵县城转了一下,感受了一下这个位于大凉山腹地的县城的大体风貌, 然后就前往悬崖村,这一路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何谓大凉山。 那壮美的深山峡谷,那一宠连一宠的大山啊,让人不由对大自然心生敬畏。 来到悬崖村,由于时间原因只是体验了一下钢梯,并没有爬很高。 还记得曾经悬崖村的异地搬迁也是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。 这里大概位于昭爵美国雷波三线交界之处,地势险峻。 曾经村民外处必须上下落差800米左右的悬崖峭壁,踩过210多几藤梯。 后来,2000多几钢梯架上悬崖,取代了藤梯,极大的改善了村民的出行条件。 再后来,又由村民们走下钢梯,陆续搬进昭爵县的集中安置点,实现了从藤梯到钢梯,再到楼梯的局变。 离开悬崖村之后的下一站是雷波县。 记得以前有次跟朋友闲聊提到雷波的时候,他马上问我,就是雷波骑乘的那个雷波吗? 是的,就是那个雷波。 由此也可见,其特产,其成,在四川还是比较出名的。 我来到雷波的主要目的呢,是去马湖。 马湖是长江上游干流,金沙江流于湖泊。 这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湖泊,湖光山色,碧波荡漾。 我当时去的时候,这个景区是没有收门票的,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是免费进入。 接下来前往的是乐山市的马边。 路上看到金沙江宛如蜿蜒的余带,非常美丽。 但来到马边之后,发现当时那里的天气不太好,就选择了去牧川竹海。 在这里,竹海之间烟雨蒙蒙,淡下地貌和瀑布形成独特的景观,别有一番风光。 那么牧川之后,往回走,经过乐山市区去吃了个饭,然后就返回成都了。 以上各个点,我以前单独发过视频,就是时间有点久了。 感兴趣的朋友呢,也可以去找出来看一看。 其实现在交通越来越发达,纵横交错,四通八达,很多地方线路往往不止一条。 而有的地方,我喜欢你不一定喜欢。 所以我想,比较好的方式呢,是通过别人的分享了解一下某处景致如何, 以及风土人情,交通情况等等。 看看是否符合自己的喜好和时间安排,然后再有针对性的规划路线。 最后,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。